全世界最神奇的十种香蕉 香蕉不但是最常见的水果 也是大约五亿人的主食 全世界有大约一千个不同品种的香蕉 但是大多数人见过的香蕉品种 却不超过十个 有的香蕉种子曾经昂贵如同黄金 有的香蕉果实巨大如同人的手臂 而有的香蕉吃起来竟香甜如同冰淇淋 还有这种蓝色、红色以及棕色的香蕉你吃过吗? 本期视频《奇趣最套》将为您介绍十种独特的香蕉品种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欢迎点赞并在评论区留言 感谢您的支持 现在我们开始吧 第十种 合手蕉 合手蕉也被称为佛手蕉 这种香蕉以与众不同的果实形状而闻名 它的果实之间紧密相连难分彼此 整体形状酷似佛陀并拢的双手 因此也被称为祈祷之手香蕉 合手蕉原产于东南亚 是芭蕉科芭蕉鼠的草本植物 它喜欢高温湿润并存的湿热气候 是一在24至32摄氏度的环境中生长 在中国南方部分地区也有种植 它的每一缩果实由10至20个单果组成 这些果实的果皮紧密相连 棱角分明 成熟后果皮由青绿色变为黄色 可以掰下来食用 它的果肉质地仅是细腻 口感软弱清新 吃起来甜而不腻 由于这种香蕉外形契合佛教的和食礼 因此在东南亚的佛教文化中 合手蕉也常被作为寺庙的供品 或者宗教节日的礼物 由于数量稀少 这种香蕉的价格通常是普通香蕉的数倍 在泰国清脉的农贸市场中 单作约15根合手蕉的售价 约为100元人民币 第九种 千纸蕉 千纸蕉也被称为千层蕉或橡皮蕉 是一种原产于印尼和马来西亚的香蕉品种 这种香蕉最显著的特征就是 它拥有令人惊叹的庞大果叙 一株千手蕉的果叙上 通常能结出800至1000枚果实 这些果实密集地排列在 2至3米长的螺旋状果叙上 细长的果实如同万千个手指簇拥在一起 显得层层叠叠错落有致 远远望去 整个下垂的果叙就像大象的鼻子 这也正是这种香蕉被叫做千纸蕉或像鼻蕉的原因 与普通香蕉相比 千纸蕉的花叙也非常独特 在千纸蕉的花叙上 果实通常由上到下逐渐成熟 因此当一颗千纸蕉的上层花叙中的果实已经成熟时 下层却仍在开花结果 千纸蕉的果实比较短小 长度通常仅有8至10厘米 成熟后颜色会由青绿转为橙黄 它的果实可以食用 但是和普通香蕉相比 它的果实口感酸涩而且子多肉少 因此它的食用价值并不高 不过在一些热带植物园中 千纸蕉常被作为观赏植物 种植在显眼的位置 是许多植物园中的明星植物 第八种 犀牛角蕉 犀牛角蕉 堪称香蕉中的巨物霸 它是一种来自非洲的杂蕉香蕉品种 这种香蕉弯曲粗壮 棱角分明 整体形状 裤子犀牛卷曲的肌角 因此被称为犀牛角蕉 除了独特的形状 犀牛角蕉的个头非常巨大 它的单裹长度能超过40厘米 直径能达到8到10厘米 几乎和人的手腕一样粗 一根香蕉的重量就能达到三斤 很多时候只需要购买一两根香蕉 就能够全家人食用 犀牛角蕉的果皮比较厚实 果肉中淀粉的含量较高 因此这种香蕉既可以成熟后 当作水果生吃 也可以煮熟后 作为一日三餐来食用 生吃时它的味道甜中带酸 蒸煮或者油炸后 吃起来口感则变得软糯宛如红薯 在非洲以及东南亚的部分地区 犀牛角蕉是人们餐桌上的主食之一 第七种 蓝肘蛙香蕉 蓝肘蛙香蕉是一种非常独特的香蕉品种 这种香蕉以梦幻般的银蓝色果皮 和类似香草冰淇淋的口感而闻名 由于这种香蕉在没有成熟时 它的果皮是一种非常罕见的银蓝色 因此被叫做蓝爪蛙香蕉 蓝香蕉或者冰淇淋香蕉 这种独特的蓝色在水果中非常罕见 常有人误以为这种蓝色的香蕉 是电脑软件合成的假水果 事实上 蓝爪蛙香蕉的颜色并不是染色或合成 它的果皮之所以是独特的蓝色 是因为在没有成熟时 它的果皮细胞液的pH值较低 这种若酸性的环境 延缓了香蕉皮中的叶绿素 像黄叶素的转化 使得香蕉的果皮 拥有更多的青绿色 而且这种香蕉果皮表面的天然的蜡质层 厚度是普通香蕉的三倍以上 这种蜡质层能对可见光产生散射和反射作用 当光线照射到它的果皮上时 长波长红光会被吸收 而短波长蓝光却被多次散射并增强 因此整个香蕉的颜色就呈现出了稀有的蓝色色调 不过随着它的成熟 这种蓝色便会逐渐退去 它的果皮也会逐渐转为淡黄色 从而变得与普通香蕉相似 不过蓝爪哇香蕉的味道和普通香蕉有着很大的区别 它的果肉质地细腻 吃起来口感绵密 有类似冰淇淋的味道 因此这种香蕉也被称为冰淇淋香蕉 蓝爪哇香蕉主要分布在马来西亚 印尼等地 在澳大利亚北部和夏威夷岛也有种植 凭借如同冰淇淋一样的口感与独特的颜色 蓝爪哇香蕉是热带水果爱好者眼中的珍品 也深受生态农业与有机果园的青睐 第六种 红达卡香蕉 红达卡香蕉是一种常见的红皮香蕉品种 这种香蕉因果皮颜色深红而得名 是热带地区水果市场里的一种特色香蕉 在一些地区 这种红皮香蕉也被称作红美人蕉来吸引顾客 红达卡香蕉原产于澳大利亚 昆士兰州东北部的阿瑟顿高原 是九世纪末期传入孟加拉 如今这种香蕉分布广泛 在中国南方部分地区也有栽种 这种香蕉的外观极具辨识度 它的果质短粗果皮厚实 没有成熟时是深紫红色 成熟后则变为暗红或红褐色 红达卡香蕉通常是作为水果来生吃 它的果肉是一种奶油黄色 质地柔软 吃起来比普通黄色香蕉更甜 在东南亚这种香蕉也常被加工成果酱 作为甜点或烘焙的原料 同时 红达卡香蕉的果皮厚实耐压性强 因此也适合长途运输销售 不过由于它的生长周期长 抗病性弱 而且它对湿度和光照的要求都比较高 因此这种香蕉的种植规模相对有限 在印度和斯里兰卡等地 红达卡香蕉也常被视为一种吉祥水果 常用于宗教活动中的供奉或传统节庆日食用 第五种 巨高山蕉 作为草本植物的香蕉树也能长到20米高 在印度尼西亚和巴布亚新吉内亚的山林中 有一种巨大的香蕉树 这种香蕉树长得如同参天大树 它的高度能达到20米 枝干直径能达到1米 因此它被认为是全世界最大的香蕉树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草本植物 巨高山香蕉能在海拔2000至2800米的山地上 茁壮成长 并能耐受接近0摄氏度的低温 而且它的根系异常发达 还具有稳固土壤 预防山体滑坡的功能 它的叶片长度能达到5米 宽度将近1米 这种巨大的叶片 是当地土著人的天然鱼栽 多过 更令人惊讶的是它的果实 它的花絮能长到15米长 上面能长出300多个长圆形的香蕉果实 每个香蕉长度约25至35厘米 重量约2到3斤 它的果肉为淡黄色 果肉中分布着大量黑褐色的大颗粒种子 这种香蕉可以作为水果直接食用 但是口感不如普通香蕉那样香甜 不过在原产地 这种巨大的香蕉 常被当地人煮熟作为一日三餐的粮食 煮熟后吃起来 有着南瓜与柑橘混合的独特味道 除此之外 它也常会被切片晒干后 研磨成香蕉粉用来煮粥或者做饼 第四种 菲埃香蕉 菲埃香蕉是一种非常独特的香蕉品种 它主要分布在法属玻利尼西亚等太平洋岛屿上 这种香蕉最独特的就是它的果实颜色和食用方法 与众不同的是 大多数香蕉的果碎都是下垂生长 而菲埃香蕉的果碎也是树枝向上 而且它的果质短小粗壮 看起来棱角分明 成熟后它的果实颜色会从青绿色变成非常独特的橙红色 这种独特的颜色使得它在所有香蕉中独树一致 除了独特的果皮颜色 它的果肉颜色也与众不同 它的果肉是一种少见的橙黄色 氧化后还会变成紫红色 不过菲埃香蕉的果肉中富含淀粉 质地较硬并不能作为水果直接来吃 而且它的果肉中还含有大量的丹瘾酸 生吃时会有强烈的苦涩味 因此玻利尼西亚人通常会用香蕉液包裹住果实后 将它放在火中蒸烤 经过烹饪的菲埃香蕉则会变得如同红薯 据说吃起来还带有焦糖肉桂和肉豆蔻的附和香气 在一些太平洋岛屿上 这种香蕉是人们的主食之一 如今 菲埃香蕉并没有得到大量商业化栽培 在不同的岛屿上 这种香蕉还往往有着不同的名称 第三种 亚买加矮红胶 亚买加矮红胶是香蕉家族中的秀珍贵族 它的植株高度只有1.5至2米 这种香蕉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果皮颜色和矮小植株 在未成熟时它的果皮就是略带发黑的紫红色 而成熟后则会转为紫褐色或红褐色 这种香蕉最早出现在加勒比地区的亚买加 之后被广泛引种到北美以及中南美洲 在东南亚等热带地区也有广泛种植 这种香蕉的植株非常矮小 商业化种植时易于管理便于采摘 而且它的果实品质优良 植株结构紧凑也适合种植在庭院内 它的果肉柔软越带粉质 吃起来甜中带酸 还有着淡淡的热带花果味在亚买加 人们也会用这种香蕉来制作甜酒 以及香蕉面包或者果酱 不过这种香蕉产量较低 因此在全球市场中仍属于小众品种 第二种非洲大蕉 非洲大蕉是非洲乃至热带世界的重要粮食作物之一 这种香蕉在尼日利亚 喀麦隆 乌干达 以及刚果金等西非和中非国家都有广泛种植 与我们常吃的甜香蕉不同 非洲大蕉属于典型的熟食型香蕉 它们通常果实大 淀粉含量高 需要加热处理后才能食用 这种香蕉成熟之后也会变为黄色 不过即便完全成熟 它的果肉也不会像甜蕉那样变得绵软香甜 这是因为它的淀粉含量高达25%至30% 糖分含量却远低于我们常吃的甜蕉 它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以及甲荷维生素A与维生素C等营养成分 能为热带地区的人们提供持续的体力支持 这种香蕉的食用方式非常多样 在不同的地区 人们往往都有着不同的食用方式 通常它可以油炸 蒸煮或者捣碎后 与木属混合搭配豆类或者肉类一同食用 由于这种香蕉产量稳定 因此它还会被架工成香蕉粉 或者做成香蕉片等进入国际市场 尽管这种大蕉的外形与甜蕉相似 但是它的地位却如同土豆 虽然它不能成为餐后的甜点 却作为餐桌上的主角 为数亿人口提供了赖以生存的粮食 第一种 白锦蕉 白锦蕉是一种源于夏威夷的香蕉品种 它就像香蕉中的抽香化 它的叶片上 绿色与白色的斑纹互相交织 每一片叶子都像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品 神奇的是 它的果实上也会浮现出白色的斑纹 不过 这种斑驳之美并不是完全没有代价 随即出现的白化部分 其实是植物细胞的嵌合体出现了变异 从而导致叶绿素的分布 也出现了随机性的缺失 叶片和果实上缺乏叶绿素的白色斑纹 无法进行光合作用 因此 白锦蕉的植株非常娇贵 不过由于白锦蕉这种独一无二的色彩 也使得它在园艺市场中非常受欢迎 然而 白锦蕉的独特不仅在于颜值 它的果实皮薄如蝉翼 果肉软糯如蜜 甜度也远超普通香蕉 由于非常稀有 十九世纪时 夏威夷国王还曾将白锦蕉 作为果理对外赠送 它的种子也曾经一度昂贵如同黄金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您还知道哪些独特的香蕉品种 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 并在评论区留言支持我们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